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好玩的這個門廣 就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鍋學要炒再爬 薄金糕點裡面 太多了好啦 哦哦哦哦 雞頭 雞頭 什麼是雞頭 雞頭 哪是阿咧 來 今天有沒有 沒頭 好了 好了 眼前的这些红桃果 其实是潮州人的一种特色传统小吃 每逢过年过节 家中的长辈都会和晚辈一起制作红桃果 祭拜祖先祈求安康 红色代表着喜庆 受讨的外形则寓意着长命百岁 我们今天这支视频就是要进入怎样做那个潮州糕 然后潮州糕有三种口味 就是有蒙瓜 然后有菇菜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糯米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在影片开始之前 就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知道 那如果你也想要学习这样做潮州糕 或者你会做潮州糕的话 也在影片的地方留言让我知道 到小12个 嗯这个粿要做6粿 就有6粿 hat 我不要投2点几点了 三点就好 投几点几 你怎么说话啊 还没说话 给大家看一下我跑完的这个门光 就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过去要炒 再跑进糕点里面 我们今天要做的红桃果呢 就包含了三种馅料 包括了有韭菜 糯米和沙葛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闷广 在还没有揉面团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准备好和烹调馅料 来看看大厨是如何炒菜的吧 红桃果的皮呢是用粘米粉制成的 首先我们必须把三包的粘米粉 和两包的木薯粉倒入这个大盆中 接着呢就加一点饮料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烧开水 用木汤匙搅拌均匀 揉出来 好 鸡桃 鸡桃 那是鸡桃 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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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觉得面团浓稠了 那么大家就必须要多加一点木薯粉哦 如果想要红桃果香一点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 在面团里面加入适量的猪油 然后将面团的表面轴质光滑发亮 接下来呢就可以将烹调好的馅料 包进面团里面啦 为了不让面团粘在手上 大家可以事先在手上粘一些糯米粉 然后再取出面团揉成圆形 才把馅料包进去 由于我们只有一个瘦桃的模型 所以就让师傅先用 其他人就一律将红桃果搓成圆形吧 哇 搞咯 当家人一边在包馅料的时候啊 我就在另外一旁用湿布来清理香蕉叶 包完馅料之后 大家可以开始把红桃果排放在 已经垫有香蕉叶的蒸盘上 然后再用大火蒸个20分钟就可以取出来了 红桃果是本地老一辈的潮州妇女才懂得制作的糕点 如果没有传承下去 这门手艺可能会渐行渐远 直到被时代的洪流淹没 虽然这一次的红桃果卖相不是很好 味道也没有如玉玺般的美味 但这一次的拜师学祭 是我们和阿嬷最美好的回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分享按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欢迎大家按下影片下方的那个红色按钮 谢谢观赏这支影片的所有朋友 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美好时光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